上海的抗争声音从夜晚到白天 结果下一秒他还没讲完就被警察压上车 群众声援但是被抓的不止他 还有另一名抗议者被警察抓脚掉着拖走 这抗争发生在上海从11月26号开始发酵 放胆跟警察对抢还合唱国歌 这罕见抗争起因是清零政策 在新疆的乌鲁木齐居民被封控上百天 24号一场鸣斋大火烧死十人 年纪最小只有三岁 隔天乌鲁木齐的居民先爆发抗议 26号乌鲁木齐官方宣布清零逐步解封 当晚上海的乌鲁木齐路聚集民众悼念死者 演变成抗议风控政策 27号深夜上海官方拆掉乌鲁木齐路的路牌 警察与人强驱离民众 乌鲁木齐中路拉起封锁线 不让人再聚集 CN点出 众道各地罕见抗争 是对清零政策不满烧到极点 同时根据路门自己揭露 超过250家核酸公司造假 制造假数据假阳性大发国难财 TV新闻总和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